太好了 太好了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我 怎么了这是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白泽姑娘 你怎么样了 楚哥哥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你知道我会担心你 还要这样对待自己 不是跟你抢过了吗 就在家里好好织布就好了 楚哥哥 我弄成这样 其实就像 找出穷奇之毒的解药 什么 你听说过穷奇之毒 我师父当年就是中了穷奇之毒 因为混沌草没有开花入药 他死后 我就寻找各种草药来代替 终不得其访 不过现在我终于知道 混沌草 是要用鲜血滋养 才能开花 楚哥哥 你的病有救了 你看 是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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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